汉高祖刘邦在人们心目中总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混混 但实际上能当上开国皇帝的人都不简单 或许刘邦在军事能力处理国政谋划上并不如韩信、萧和、张良 然而他有着自己的过人之处 那便是极富远见能力 也就是所谓的帝王新术 有意思的是 刘邦的儿子也继承了父亲对帝王新术的运用 稳稳当当地坐稳了皇位 这个儿子便是刘衡 刘衡在刘邦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 都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 这是他不得不做的 因为刘邦去世后朝政一直由刘邦的皇后吕智所控制着 不知是担忧儿子的皇位 还是痛恨刘邦当年的喜心厌旧 刘邦一去世 吕智便开奖对其子孙的残害 刘邦总共八个儿子 刘盈为吕后亲生儿子 刘肥是吕后养大的 这两个人得以安然无恙 刘如意、刘徽、刘友、刘健 军因吕后身亡 最后只剩下刘衡和刘长 刘衡的性格谨慎镇静 很懂得隐藏自己的心思与实力 刘衡的母亲搏击同样不受刘邦宠爱 正是因为这几个原因倒是活到了最后 梅承想又因为活到最后 以及平时的伪装登上了皇位 西汉高后八年 吕后去世 陈炳、周伯、刘昌兄弟等人 联手诛灭吕氏势势力 大臣们认为 屡志所立的后少帝和另外两个刘盈数字 非刘盈轻生 到底是不是没人知道 重要的是刘盈这两个孩子 留着无异于大臣们的利益 于是乎以非轻生这个理由 先废后杀少帝刘衡 这才开始在刘姓皇族庞系 选择皇位继承人 挑来挑去选中了刘衡 选他的原因很简单 主要有两个 刘衡的母亲搏击 原先是未报的妾 成俘虏后改嫁给刘邦 很多年都不得宠 史记记载一个夜晚的宠幸 运气好的生下了赵衡 刘衡八岁那年旧藩带帝 伯基自然不可能如吕智一般 有两个势力强大的娘家 其二 刘衡从八岁就开始就藩 常年处在边关 在京城是没有实力的 这对于身处京城的百官来说 比较好拿捏 但百官没有想到 这个不得刘邦宠爱 从小聚了边地的刘衡 反而得了父亲帝王新术的真传 他看到使者担忧其中有诈 蜀蛇们的意见也有所不同 吵来吵去决定以占卜决定吉凶 占卜的结果是占卜人 吉位做天王 于是刘衡才打算入京吉位 为以凡万一又做了不少对策 一边派舅舅伯赵 先一步去长安探厅虚实 等到了离长安五十里的时候 再派属下宋昌去探路 可谓是谨慎至己 确保一切平安之后住进了卫阳宫 值得一提的是 进卫阳宫之前 周博还玩了夜招 密献玉戏 这招可够阴险的 如果不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那周博反而说他得位不正 就没法结束了 实际记载 刘衡非常聪明地回了一句话 要是太尉所臣的是宫室 就请当着众臣的面走 要是所臣的是私室 王者是无私的 这样一来 不管周博于公于私 都不得不当着群臣的面 说清楚 实际记载 在入境的这个路上 刘衡只带了六个人 却决定立即整合皇权体制 他明白自己在汉庭 没有雄厚的基础 所面临的又是 不断壮大的诸侯王 功臣势力 所以首要任务 就是采取恩威病逝的 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当天晚上连发三道圣旨 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 张武为魏将军和郎中令 负责守卫皇宫 京城 这举动从根本上 保证了人身安全 接着 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 功臣们一一赏赐 同时对跟随父亲 开国的功臣们 分别赏赐 第三对 于被吕后贬斥的 刘姓王公 恢复了爵位 封地 这一举动 很好的安抚人心 用笼络手段 巩固了地位 赶指带六个人便进京 三个面临稳定局势 可见刘衡 对帝王心术的运用 那也是颇为高超 等到渐渐稳定之后 再来打击重臣 这方面主要是 对周伯的处理 周伯因为有功 总是很骄横 文帝也不恼不怒 更加无礼 有大臣说 这样余底不合 汉文帝便改温和为严肃 吓得周伯越来越敬畏 时常担心功高盖主 引火烧身 立即辞去了 又丞相的职务 这才得以安然度过万年 当然他这手段 并非指望那些 有野心的人 就此断了野心欲望 只是希望叛乱 来得迟些 如此他才有机会应付 后来也如刘恒所想 文帝三年 既被王刘兴居 率先发动叛乱 紧接着是淮南王刘长 但此时刘恒的地位已稳 他们如何斗得过中央王朝 刘恒手段之高 恐怕不亚于他的父亲 其帝王新属之高超 在历代帝王之中 也属少有者 只不过出于他 与民修喜的政策 留下来的都市 宽和的形象 不过这样一位无趣 平庸 看起来甚至有些软弱的人 又怎能在诸侯国雷历 全城环色的新汉初年 稳坐地位24年 并奠定了之后 强悍根基的呢 也许我们都被 汉文帝的假象所欺骗 汉高子刘邦开轨之初 砍了一匹白马 恶狠狠地让众大臣 跟着自己发誓 非刘氏子孙不得为王 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的效果怎样 说实话很不怎样 因为刘邦死了没几年 就被自己的老婆吕智 给推翻了 吕智当前之后 刘邦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把当年的情敌 契夫人 消成了人质 烧带者气死了自己 当皇上的亲儿子 汉惠帝刘盈 第二件则是 大封杨家人为诸侯王 而自己则垂帘听证 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 刘姓朱王和朝廷 哪些开国公持的不爽 吕后刚一死 在齐王留乡的串联下 里应外合 杀光了掌握朝廷大权的 吕姓朱人 对外则宣称 吕姓人要造反 即所谓的助吕之乱 庆祝吕氏之后 下一个难题就来了 让谁当皇上呢 凡是跟吕后 沾亲戴故的 绝对不行 大伙已经和吕氏 有了血海深仇 将来万一反攻倒算 谁都别想有好下场 当时的皇上 是汉惠帝的幼子 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 这个先pass 剩下的若为人选 有三个 分别是齐王留乡 大王留恒 和淮南王留长 下面就是一道选择题 平定助吕之乱的关键 将侯周伯 取逆侯陈平为代表的 功臣集团 会怎么选呢 首先是齐王留乡 平定助吕立下大功 有能力有资历 称帝的不二之选 也因此 第一个被周伯陈平 排除在外 理由是 刘乡的舅舅势力太大 一旦称帝 没准会出来 第二个外籍当政 不妥不妥 其实真正原因 大家都明白 刘乡太有能力 难以制约 其次 淮南王留长 脾气火爆 性格凶悍 最关键的是 他从小丧母 有旅后抚养者人 感情深厚 以后会不会搞清楚 很难说 也不合适 最后就剩下大王留恒了 为何会选留恒呢 别的不说 看看封地就知道了 秦汉时的心腹大患 是北边的匈奴 代替正处在汉兄边境 跟富庶的旗帝和淮南 完全不能比 不光土地贫瘠 而且随时有刀兵之祸 一个疏忽 甚至有性命之瘀 而且他六七岁 就被封到这个地方了 十几年都没有换过地 属于爹不疼 娘不爱 不光刘邦不喜欢 旅后也看不上 可有可无的透明人 这样的人一旦当了皇上 一方面好控制 另一方面也会对拥戴之人 感恩戴德 利益多多 于是这块大蛋糕 最终落在最不可能的刘恒身上 国元前180年 刘恒登基 史称汉文帝 以上是史书上记载的 汉文帝登基全过程 可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 这背后会不会还有什么疑点 透过史书的蛛丝马迹 我们还是能看到 历史背后那些 不能说的残酷与无奈 据实际记载 刘恒还是待望的时候 有个正妃 两人结婚没几年 就接连生下四个儿子 感情不可谓不好 但是就在刘恒 被请到长安做天子前 没多久 王妃死了 更为诡异的是 刘恒登基后几个月内 四个儿子 想起去世 又过了几个月 有大臣请刘恒早立太子 要知道刘恒这时候才二十多岁 正直盛严 有这么着急立太子的吗 虽然他百万推脱 但还是拗不过大臣们的再三觐见 最后立了八岁的树长子 刘恥 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这些事情如果都是单独发生 还没什么 但是串在一起 就觉得耐人寻味了 先说说戴妃之死 此事的神奇之处 第一在于死的时间 第二在于死后的待遇 戴妃死在平定驻旅之乱后 旅后当政之时 深知自己有 纠战雀巢之险 为了巩固统治 开始采用联谊手段 将吕氏女子 嫁给各流姓中侯王 和功臣勋爵 比如刘邦五子 赵幽王刘友 娶的就是吕氏女 因为夫妻感情不合 被吕后活活饿死 还有六子 赵贡王刘恢 娶的是吕产之女 此女飞扬跋扈 杀了刘恢最爱的宠妃 刘恢性 也让此女成为了寡妇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刘恢在位时众人敢怒不敢言 刘恢刚一死 皇族间就掀起了一股 跟吕氏划情界限的风潮 不光是为了自保 也是为了出口恶极 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 刘邦四子刘恢的状况 他之所以能在 吕后的淫威下得以自保 很大可能性 也是娶了吕氏之女 而且夫妻间应该感情极好 所以也被吕后放了一马 那么这个救了刘恢之命的 吕氏之女是谁呢 答案呼之欲出 应该就是戴费 戴费没有在历史上 留下姓名和任何资料 但正因此 更能佐证他和吕氏间的关系 刘恢之所以在吕氏倒台后 忍痛杀了自己的爱妻 正是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态度 坚决和吕氏势不两立 其次 我们再看看戴费死后的待遇 作为一代帝王的正妃 居然在历史上 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甚至司马迁的史记中 没有做任何记载 这是十分违背常理的一件事情 而且在汉文帝登基之后 也没有给戴费追风 完全不提及此人 仿佛当年的恩爱都是一场梦 这正常吗 种种反常都指向一个解释 那就是戴费是吕氏家族成员 是吕后许佩给刘恒的 而刘恒为了登上皇位 选择杀掉戴费 向周博 陈平等全臣表明自己的立场 对这个结论可能有人不信 没关系 我们再往下看 刘恒登基后不久 戴费为其所生四个儿子 几个月内全部病死 几个月内连续死四个撞小伙 这要是自然死亡 概率恐怕比刘恒登基都要低 不是自然死亡 那就是被人害死了 谁敢杀皇上的儿子 而且一杀就是四个 答案只能是皇上本人 目的就是让 永理他上位的众人放心 以后戒位者 绝不会和吕氏有半点关系 也不会为了戴费一事 而求后算账 为了坐稳皇位 刘恒付出的代价 不可谓不惨痛 杀妻杀子 但是还远远没有结束 就在他登基的当晚 还发生一件事情 有四分部 朱灭梁 怀阳 恒山王 及少帝余低 文帝还做浅殿 也下诏书 赤天下 梁王 怀阳王 恒山王 和少帝都在住所被处死 这四个人是谁呢 就是他哥哥汉惠帝 刘恒的四个儿子 刘恒的亲侄子 也是对他皇位最大的隐藏威胁 只有全部杀掉 才能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至此 汉文帝刘恒这份同名状 才算彻底完成 这是一份惨绝人寰的状书 上面是他的原配妻子 四个儿子和四个侄子的鲜血 汉文帝的心术和隐忍 远不止这些 在捧杀自己弟弟刘长上 更是让我们见识到他的 深沉心机 汉文帝登基时 在礼后多年来 不遗余力的迫害下 刘邦的八个儿子 只剩下两个 就是刘恒和怀南王刘长 刘长母亲赵姬本是赵王的嫔妃 被刘邦宠建一次后 献运的升下刘长 后来因为受到赵王谋反的牵连 狱中自杀 刘邦便把孤儿刘长 交给了吕后抚养 这倒让刘长依惑得福 因为有吕后这层关系 不但成功逃过吕氏当政时的迫害 还授封环南王 比授封代王的哥哥刘恒 不知道要甩出多少条街去 许是吕氏从小的养育 让刘长性格极其骄和 飞扬跋扈 谁都不看在眼里 即便对这个当了皇上的哥哥 也从不尊称 而是一口一个大哥 让众人瞠目结舌 最不可思议的是 刘长居然用铁锤击杀了 屁羊猴沈义琪 擅自击杀朝廷众审 这可是大嘴 但是汉文帝愣是一声不吭 赦免了他 汉文帝营造出来的是 一个慈爱的大哥形象 长兄如父 把这个唯一在世的弟弟 当儿子一样关爱着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显然不是 刘恒八岁就被封为戴王 感到偏僻的戴国 此后一直到登基 都没有回到长安 刘恒走的时候 刘长才两岁 两人没有过任何交集 更谈不上身后感情 对自己的爱妃和亲子 都能痛下杀手的刘恒 面对这个无法无天的弟弟 怎么就忽然人死起来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 刘长是目前 对刘恒皇位威胁最大之人 是一定要处去的 这时的汉文帝不同于登基之初 已经以人孝之名而闻名天下 想要杀弟弟 必须要有一个妥当的理由 而刘长虽然交贺 但是之前的小错都对不至死 此时的刘恒不但不对其严家管教 反而加倍放纵 目的就是纵容他犯罪 再等一个合适的理由 刘长愈加跋扈 他在自己的封地淮南 搞起了一国两制 令治文法 模仿汉天子的阵仗 这几乎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可是刘恒依然在忍 丝毫不予理会 只把他当成小孩子不懂事的胡闹 终于汉文帝一直等待的机会来了 公元前174年 据实际记载 刘长组织了70多个小混混 打算谋反 计划北连匈奴 南连南越 共同出兵长安 可惜还没行动 就事发被朝廷治罪 汉文帝这次依旧没有治其死罪 只是废了刘长王位 并将其一家老小发配属郡 一路上刘长被关进囚车 搭上封条 敲衡一辈子的他 哪里受过这我哪几 居然绝世而死 至此刘恒的钓鱼执法 完美地实现了最终目的 这还没完 为了表示对弟弟刘长的怜悯 刘恒把他的三个儿子 刘安 刘伯 刘次封为王 诺大一个淮南国一分为三 从此国立大姐 再也无法形成对朝廷的威胁 而刘恒也不得对兄弟 仁至义尽的美妙 可谁又知道 就在数年前 在他的默许下 四个侄子还曾惨死住所呢 汉文帝刘恒在位20多年间 清摇伯父与民休息 废除了各种酷刑 对百姓不可为不好 汉朝国立大增 开设文景之志 是有名的人均 只是又有多少人知道 在人均面目的背后 又有着那么多残酷的抉择 心酸的无奈 极致的算计 这些隐藏在令氏背后的东西 不管何时 都是如此的让人 不忍足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